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欢迎来到耳湾生活白皮书 然后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件 这家店是我们新发现的 不知道会不会踩雷 但是这家店开这个位置 能开下来的话 我估计应该不会踩雷 这家店很 离我上次Newport的高尔夫球场很近 就是练球的 然后大家身后看 这不是耳湾 这是耳湾周边 是Costa Mesa 对 离Tasting很近 大家开车过来的话 也就是十分钟 没错 我看了一下菜单 我先进去看了一下 是川路风味 对 菜单没法展示 因为它是数字的 没错 它其实我觉得都是哪菜都有 然后你北京菜烤鸭是典型的 对 然后还有烤鸭 我们也点了一份 虽然提前一天预定 我们点了一份给大家尝一尝 在品尝这个菜之前 我回答客人几个问题 因为某客人有很多人问我们说怎么样能开餐厅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餐厅嘛 那怎么样开呢 我说过了 您自己开的话呢 那就特别麻烦 因为您要申请很多牌照 然后它有个checklist 基本上六到一年的时间 对 去做这个 但是最好的方法呢 是您就是有很多转让的 您买一家餐厅过来 也行 对吧 我觉得啊 那买家餐厅的价格呢 就是这家餐厅的净一年半到两年的净利润 对 对 基本就一年半到两年 让您回本嘛 它的意思 对吧 对 如果是买现成的话 那可能现在他手上的这个后员 以及他目前经营这些菜品 他都会给你一个详细的列表 对吧 没错 这为什么很多事情 没错 今天我们就简单介绍吧 然后我们先进去给大家品尝一下 这个餐厅美食 对 这个餐厅是新开的 我们看它那个月亮弯三个字还挂在门口 就给喜庆 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些 就是后面后面后面叫月亮弯 米多多炸鸡 这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月亮弯 对 它上面有好几个 它可能是两个合成一个的像是 是不是 你应该使两个店面 整看这种plaza 能一次性弄两个店面的 应该还不错的 对 因为它还有饭团外卖 对 应该好吃的我们进去看 但今天饿都不行了 等饼等不及了 我先尝尝鸭皮吧 我跟小胖拍视频一天没吃饭 啊 对 你要蘸点白糖吧鸭皮 还行啊 真的吗 看你的表情很惊艳啊 可能是我饿了 还可以 还可以 真的吗 这个跟其他的那个片皮鸭来说的话 他的鸭皮的脂肪可能 就是烤干了 还是说怎么样 相对薄一些 其他家会带很多的很饱满的脂肪 哦 那卷个饼尝尝吧 我给你卷一个吧 你别给我卷我自己卷 好 哎我来两片鸭肉 一点糖 哎你觉得你会开餐厅吗 我挺想开餐厅的 那看起来你不怕累吗 我我打工餐厅的时候还好啊 我我原来做过的餐厅了 哦真的吗 但是我一直都想你开 我们的合伙人跟我说就很累啊 是很累的 餐厅至少一天14个小时是跑不掉的 对啊 不 看你迫不及待了快吃吧 今天给小胖饿坏了 嗯 好吃 真的吗 可以 跟魅州东坡比呢 嗯 嗯 反正跟那个 长安是没在比 对吧 嗯 烤鸭味道来说差不多的 是吗 因为烤鸭这个东西 也不是空口吃 混在一起吃的话 口感只要有鸭味够香 但有的这样烤鸭就做的很难吃 就那鸭子就没有鸭烤鸭的味道 烤的挺干的 烤鸭很怕那种凉凉的 然后湿湿的那种鸭 入口口感不好 好吧那我是北京人 我来尝一尝尝尝尝 来让我尝尝 让我尝一尝 北京烤鸭专业户 哎 我从小吃烤鸭长大的 真的 原来就是北京最早 不是说全聚德吗 对 我们北京都不去全聚德 我们去便宜坊吃 你知道吗 哦 然后呢吃完便宜坊的烤鸭呢 就便宜坊真的是好吃 后来在 九七九八年的时候 我们 我因为我们做工体嘛 然后农单馆那边开了第一家大斗 就很多老外吃 然后后来呢 现在呢就变成 叫四季民符 是我们客人开的 哦 对 哎呀我在北京看 总看见路边收个牌子 说果木烤鸭 果木的和其他木的 你吃得出味吗 我觉得 我吃不出来 那北京人有这个说头吗 有有有有 是要用木头的 来我来尝尝 看啥欲言又止呢这是 哦 想想好久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好吃 这个酱是甜面酱吗 是甜面酱 那我怎么吃这么咸呢 咸吗 我问你嘴 可能没有 没有人家调的那么稀嘛 是它的酱是偏咸一点的 说实话我觉得 鸭子还行 但 这酱 我觉得不够地道 嗯 第二道菜来了 这个叫什么 笨椒还是叫什么 笨椒 笨椒炒腰花 对 这是你要点的 啊这我我特别爱吃腰花 哦是吗 那我挺爱吃腰花的 一般看见有这个菜 我都必点特别穿菜 哎 那那个锦城里那个麻椒腰花凉菜 你觉得好吃吗 锦城里 忘了忘了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 反正我记得那个 那个没有骚我 花斩巷子好吃 花斩巷子那个 我觉得一般 你来尝尝吧 嗯 这个美人口味不一样 很嫩 你今天真的是饿了 不是不是 你怎么说什么都好吃 你尝尝它真的很嫩 它底下的 它底下有味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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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就没有那么爱吃腰花 我我 上面有味淡 你要有汁 我连腰子都不吃 那好这两个菜都是我的 你连腰子也没 很嫩 你说对了对吧 很嫩的 然后如果多蘸点汁的话 很好吃 我就是说让你蘸汁吧 它的那个味道没有筋那么多 但是很嫩 很嫩很嫩很嫩 嗯 这比烤鸭好 是吧 这个评价很高 大家来看 来小胖吃的腰花吃的贼香 嗯 好吃的 腰花虽然必须蘸汁才上了味 但它这个呃 配料里面哈 它有这个 酸萝卜 它有各种泡菜 应该是店家自己泡出来 哦 哇 我没吃出来 但我觉得是好吃的 尝尝是自己泡 而且我觉得他家炒菜吧 咱先不说这个 呃这个烤鸭 这烤鸭我觉得跟梅州东坡差不多 没有长安好吃 嗯 但是呢 他家的菜不是很油 啊对对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是 你尝尝那个鹅肠 鹅肠 鹅肠 我尝一个吧 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鹅肠 这个菜哈 但是我这个鹅肠有点细 就做的不够宽 就我不知道 炒出来都细 涮的下锅前是宽的 你觉得下完锅就 所以这很像鸭肠 你你你不知道有人会不会 鸭肠换叫做鹅肠吗 真的我四川的朋友告诉我的 你觉得好吃吗味道 还行 哦你看 比较标准的干香 这个就像鹅肠 刚才那个小段的就很像鸭肠 尝尝 喜不喜欢吃 嗯 可以吧 是我喜欢的口味 干干香香的 嗯 哎 你刚才说到就是他里面有泡菜 你看他这个也割了 嗯 那他这边调山菜的料都都标准放泡菜 嗯 是吧 是泡菜 嗯 就都差不多 但这个跟腰瓜比 就这个割糖割的多 所以我爱吃 哦 腰瓜你不觉得割糖割的少一些 是吧 好吃好吃 这个可以 红烧肉 颜色看特别带劲 鲍鱼红烧肉 哇这个这个盆子比好浅啊 哈哈哈 应该没几块 嗯 来尝一尝 腻吗 还好 偏咸口 是吗 不是南方口的红烧肉 这个应该是 你说的鲁菜那个系的红烧肉 是吗 我来尝尝红烧肉 你知道我怎么评判红烧肉吗 嗯 不够甜的都不好吃 是吧 不是不是 我是觉得一定要肥瘦 分剑 就是我吃的时候 瘦肉呢不能太柴 肥肉不能太腻 刚才我尝了一口瘦肉 一点都不柴 很符合我的口味 哎 我觉得啊 红烧肉 比烤鸭好吃好多呗 我觉得大家来 红烧肉可以 鹅肠你点不点都行 硅肠量太小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 就是腰花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家量都不大 然后呢 我觉得像咱们两个人 点了四个菜 对就吃了七八八了 对 我觉得他们的菜量 的确不大 但是他 有一个问题啊 他什么都偏咸 至少我吃的 这个也是酱香 也很咸 这个也咸 就是烤鸭腻酱也咸 可能是我口味的问题 但是是好吃的 这个叫 不用要鲍鱼红烧肉吗 然后我在长安吃的鲍鱼 或者国内吃的就巨大 你看这 吃鲍鱼吗 赶紧上生蚝大小 还是那种 就是 怎么说那个 就是大西洋的生蚝 这种小的 还不是太平洋的 你看这鲍鱼 特别新 真的我觉得 别吃鲍鱼 吃红烧肉 他这个完全是为了加钱 我们一共花了106 是不是价格还可以 价格还可以 就是菜量偏小 这两个菜菜量偏小 是吧 一会我们出去给大家总结 总结了 酒足饭饱咯 吃完咯 你来点评一下 今天小庞他是真的饿了 他点评的 我觉得多多少少 您要扣掉15% 可得了 它比较一致的 其实腰花是可以的 不踩雷的 腰花不踩雷很嫩 而且没有血汤的 没有骚味 对 对吧 红烧肉也是 味道也是可以的 下饭菜一个红烧肉 对吧 红烧肉就是太咸了 我不觉得它咸 你要看它是哪里菜 你要吃惯南方上海的那种红烧肉的话 的确是咸 你要吃北方红烧肉 那是标准北方红烧肉好不好 对 很标准的北方红烧肉 但是那鲍鱼菜鸡来了 我全都给挑了 我同意 又腥又难吃 对 对吧 还不如说就叫红烧肉 但为了多卖钱 对 然后鹅肠可以不点 因为鹅肠就没几根 要19块饺 它家菜量普遍偏小 像腰花也是 应该就是用一个腰子 其实我觉得腰花还可以 就跟我其他吃的还可以 就是您来了以后 可以先点 就是它的推荐菜 对 但是鹅肠可以不用点 烤鸭我觉得跟梅州东坡 差不多 但比梅州东坡便宜 对 如果您能接受梅州东坡的烤鸭 就能吃它家了 对吧 我连梅州东坡都接受不了 那我就对烤鸭要求比较高 是啊 然后我觉得可以来尝尝 如果您在Cost Mesa的话 对 然后来慕恩贝月亮湾 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 总的来说还可以 总的来说 值得一试 比你讨厌那家好吃 对 比你讨厌那家香菜馆好吃 对 是吧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客户 还吐槽他 对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成都的客户 吐槽他 对 大家就不要去就比较采雷 对 那好了 那我们这期耳湾深呼白皮书 耳湾美食探戒结束了 我们下期耳湾看王姐 拜拜 拜拜